看到這些學生科展的成果 再看到這些研發小尖兵的實力 也讓許多科技大咖們 對他們竖起大拇指 願意出錢 出力 出技術 將台灣的科技教育再度向下扎根 而這等於也是一種對未來的投資 不過國家隊這邊 現役的科學家們 同樣也不落人厚 有最新的技術 藉由海底地質的監控 渴望幫我們爭取到更多的地震反應時間 因為403地震之後 有許多的地質學家都示警 目前我們台灣對於海底斷層的狀況掌握 其實調查還沒有很全面 而且海溝型地震一旦發生的話 動輒都有可能達到規模8以上的能量釋放 所以這樣的破壞程度真的是難以想像 但是海底斷層的研究 相對於陸地的斷層調查是更加困難 不過台灣的科學家們 依舊在此投入了相當多的資源 如今也有初步的成果 像是國研院海洋中心 就研發出海底的本土地震儀 隨著部署網點越來越密集 海床震動的資訊也可以更快更精準地取得 甚至這樣的海底地震儀還成功外銷到南韓 成為獄警防災的極大助力 五六個人合力抬起海底地震儀 在台灣外海布放 這一顆就是科學家們研究海底斷層活動的秘密武器 研究團隊來自中央大學 我們前往實驗室 開箱海底地震儀的精密儀器 海底地震儀外觀像是一顆橘色浮球 底下會用鐵絲綁上抵抗浮力的重錘 還配有水清器 能將水下深遠變化記錄下來 把橘色的外殼拿掉 裡頭是一顆厚重的玻璃球 能保護精密的偵測零件 可以耐壓水深五千公尺 海底地震儀裡頭有記錄器 發射無線電波的天線 夜間回收需要的閃光燈 底部是最關鍵的三軸向地震儀 XYZ三軸向 那這個往朝上的就是那個垂直軸 那這兩個平躺的就是水平 兩個水平軸向 那我們就是利用這三個軸向的地震儀 然後去接收來自四面八方的地震訊號 你看到的這個聲波 其實是我敲擊旁邊的這一顆海底地震儀 它感應到我敲擊了這個鐵架 立刻就出現了訊號 可見它的靈敏度相當高 那之前某個地震發生 那有機會好幾個地震站叫做 比如說這是一二二可能 二那時候沒有收回來 掉海裡的 一三四五六對不對 那地震一發生你看它長得怎麼樣 那地震一發生時 事實上就像地震波一樣 一震發生時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院長 許淑坤形容 海底地震儀 就像檢測地球地質的儀器 藉由深波回傳的速度 幫助研究人員找到海底斷層 最脆弱的地方 也揭開海域地質的神秘面紗 這回403大地震 中央大學研究人員 已經在正央附近 附設六顆海底地震儀 希望能在雨震不斷的時候 盡量回收雨震資料進行分析 藉由這些資料來進行災害預防 台灣會有地震都不能住 那台灣通通不能住人 因為每個地方都會被搖到 但是你只要避開 那個最脆弱的地方 當然有些高機密工業 像半導體 理論上連搖都不能搖的地方 那他就要學得很精準說 那我們就那些很容易被 感染到 搖到的地方 盡量避開它 台灣也有本土制製的 海底地震儀 2008年國研院海洋中心 結合中央研究院 地球科學研究所 和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 合作研發 海洋中心目前 海底地震儀最新的技術 集合法器視為 第一點是感染器的技術提升 藉由更換新一代的感染器 能更精確地傳感地面運動 國產的海底地震儀 可耐水深6000公尺 研究船利用深坡 和海床的地震儀通訊 一氣球上放的鷹骨 會接收深坡指令 浮上水面回收 事實上全世界只有極少數國家 有能力製造海底地震儀 因為架設在深海 除了要承受水深和防水 還要構省電 2016年台灣將儀器銷往韓國 研發實力受到國際肯定 台灣地震頻繁 海底斷層的研究最為困難 這群研究人員運用海底地震儀 投入心理研究 大量蒐集資訊 和透過分析這些寶貴的地質資料 能讓台灣的地震災害降到最低 放課火 三加主 海底地震儀 海底震者